也在新闻当中为您提到了 就在许致永案宣判的同一天下午呢 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 那么遭到了当地国宝带走 那么给他的罪名是说 他涉嫌寻衅滋事 那么有关的详情 我们现在知道最新消息 胡佳已经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一傍晚 回到了家中得到释放 我们现在立刻就连线 刚刚返回家里的胡佳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谈谈这24小时的经历 胡佳先生您现在在线上吗 我在 是 胡佳先生非常感谢您 那么跟我们先谈一谈 在星期天的下午 我们知道您也透过了微博 通过了很多的一个公共平台 发出了国宝对您所采取的一些作为 跟我们简单地回顾当时的情况好吗 就是这个 昨天的下午5点20左右 出示了正规的手续 上面是我涉嫌寻衅滋事 然后把我传唤到中仓派出所以后的话 来的人 对的 就是以前我从没接触过的部门 但是呢 他们也 他们和国宝一样 是长期对我的这种言论 进行监视 调查取证的一个部门 主要 就是最主要的两部分 第一是我组织了大量 和维权者 去围观 声援 新公民 庭审 以及宣判 这样的 包括许志永岸 丁家喜 赵长青 以及原 他们也知道 我在现实生活中 曾经做研究 就是请大家去到那里 在狱中的受难者 这是就是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维稳压力 另外今年是六四 二十五周年 我 这个行动 这个就大家穿着黑衣服 到天安门广场去表达哀思 表达一种反抗的意志 这样 那还有今年1月1号 和王丹先生一起 有天下围城的接地绝食 我们两个第一棒 另外呢 这些事情都成为 北京这种城市的 就是相当大的 那个维稳 维稳压力 他们做这件事情的话 目的是两个 第一个是调查取证 固定证据 因为下一步的话 可能还会有 煽动颠绕国家政权罪 也有可能 再加上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来提訴我 就是说再次打开监狱的大门吧 还有 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徐志勇宣判的这一天 来传唤我的目的呢 也是一种警告和恐吓的性质 告诉你 老大哥在看着你 所有言行 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那么 我们可能会在 随任何时间 跟你采取行动 是 那胡佳儿我们也知道 刚刚我们提到说 在徐志勇案宣判之后呢 未来中国应该还会有更多的 类似像徐志勇先生 这样的人物站上来 那么您的看法呢 您就是说 你刚刚也提到 北京现在的气氛呢 非常的这个敏感 那么对于 类似相关的这些 维权人士的打压 是不断地在升级 你对于未来 整个这个中国的 民主运动 或者所谓的 新公民运动的发展 你对他们的这个发展 是乐观的吗 当然 因为在去年 风声鹤唳 抓捕丁家喜律师 赵长青 就是密集抓捕 那个时间的时候 就有朋友问 到底还搞不搞 同城公民聚餐 我说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搞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 都有同城公民聚餐 只是规模大小的 这个差异而已 而且那个 今年1月1号以后 我已经三次站在街头 和访民的朋友 和满 这个老教受害者 就是打起这个 特要求官员财产公事的 这种诉求 这样的 而且去年有很多次 所以其实来讲 尽管新公民 许多的骨干 被抓捕投入了 但是他的行动 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一直没有消失过 这样的 那现在来 尤其是当局 打压这些人的时候的话 其实恰恰可以增加 新公民运动 以及这些狱中的 人们的影响力 共产党无非是在给自己 培养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大的对手 而且 不管是不是新公民运动 叫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要求 这个就是监督腐败 要求官员财产公事的 这种诉求啊 这些 已经从8964那会儿 我们记得 那时候在游行队伍中 我跟那些哥哥大姐姐们 都曾经呼喊过 这样的口号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 民众的诉求 不可能让共产党 旁其的把它压制下去 我觉得 共产党这次采用了 多么大的维稳的力量 去禁锢这些人 抓捕这些人 那又怎么样 不还是前不后继 有人再去吗 这样的 就是把最后一点点 对这个体制的希望 也给放弃 当你在对体制绝望的时候 你就会对 为了我们自食其力的 这些行动 来产生的希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 胡佳 那么在被当局拘留了 24小时后 目前呢 已经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非常感谢你胡佳 抽空接受 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那么有关于 胡佳先生的 这个最新的情况 还有有关刚刚我们谈到的 许志勇案的判决 还有各界的反应呢 美国之音都会在 我们的各界节目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 来为您做随时的更新报道 也欢迎您登入 美国之音中文网 来查询相关消息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